早前由美媒报道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之女金主爱被赋予朝鲜新星女将军的称号 对此韩国政府28号就有关报道表示没有可提供的信息 早前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之女金主爱被赋予朝鲜新星女将军称号 韩国统一部官员28号回应表示 目前没有可提供的信息正统有关机构一道 缜密关注朝鲜政权的继承格局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 朝鲜23号为庆祝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金一号 举行平壤市委国家保卫省社会安全省干部演讲会 会上对金主爱进行个人崇拜称其为朝鲜新星女将军 报道还称演讲会上出现了朝鲜迈入太空强国时代 太空强国时代的未来将在新星女将军的带领下 更加辉煌等发言 对此2016年气朝投寒的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级议员 泰永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若报道属实 这意味着朝鲜政权最高层指定金主爱为接班人的内部程序 已经走完 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生前曾因身体健康问题 无法隐瞒 授予金正恩金大将的称号 开始对金正恩进行所谓个人崇拜 泰永浩表示 如果朝鲜将十几岁的金主爱和导弹发射成功相结合进行偶像化 那么从朝鲜的标准和观念来看也十分不寻常 朝鲜民众也会认为金正恩出现了健康问题 并因此火速任命接班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